3月1日 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了一起 團火惡性砍人慘案 官方聲稱 截至3月2日9點 已經有29人死亡 143人受傷 這一襲擊事件迅速成為當晚 大陸微博和網絡的焦點 媒體也爭相報導 但是 當局馬上加緊了對傳媒的控制 要求各媒體嚴格按照官方的口徑統一發稿 這是外界很難獲知真實情況 更顯得事件的詭異 3月1日晚上9點20分 十多名統一穿著黑色服裝的男子 突然手持刀具 衝進人頭攢動的昆明火車站廣場和售票廳 見人就看 警察趕到現場後 有4名襲擊者被擊斃 1人被抓捕 根據雲南衛生廳發布的數據 截至2日早上9點 事件已經造成29人死亡 143人受傷 其中重傷73人 有好多警察 好幾百個的 特警也有 武警也有 派出所的都有 交警都有 全部都有 還有救護人員 救護車都有 昨天晚上經過門口我們看到 襲擊事件恰巧發生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夕 使中共兩會蒙上陰影 也使這一事件成為焦點 中共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和公安部長郭升坤等人 緊急趕赴昆明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就此事件做出特別指示 網絡上人們紛紛表達對死傷者的哀悼和安慰 很多媒體也對事件竟相報導 但奇怪的是 沒過不久 大陸財新網在微博發布的所有相關信息遭到刪除 大陸媒體人上海名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運營總監普報一在微博發帖 披露了上級通知 通知說 對3月1號昆明火車站發生的砍殺事件 如報導 嚴格按新華社通稿 或當地權威部門發布的信息報導 不做大標題 不配圖片 在官媒新華社所發的通稿中 當局指稱 昆明301事件是由所謂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 可能問題倒簡單了 我就怕是其他什麼人 如果要是其他什麼人呢 這個問題就夠黏住更複雜了 北京社會活動家胡佳也談到 所有針對無辜平民的攻擊 都會被認定是反人類的恐怖主義 但這類襲擊發生的根源 很可能並不像中共說的那樣 胡佳談到 前不久被當局抓捕的 維族知名學者伊利哈姆 是維漢兩族溝通的橋樑 伊利哈姆本人就非常反對類似暴力事件 北京時政觀察人士華坡分析 中共兩會前夕發生這樣的事情 和中共的政局動盪很可能也有一定關係 因為十幾個人統一服裝又都持有兵刃 如果中共的預防體系有效的話 案例是可以實現制止的 內部是不是有人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任憑這個悲慘事件發生 我想還要看 華坡表示 另一種可能就是 政法委這些人人心惶惶 對本職工作掉以輕心 造成這種事件的發生 華坡強調 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 中共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有失控的跡象 來看